奥克兰到北京,直行距离10400千米,飞行时间仅为两小时,你还能看到地球的圆弧线与漆黑的太空相接的绝美景色。 就在最近,美国波音公司公布了几极超音速飞机的最新细节,无论你身在何处,又将前往何方,保证三小时内可以到达世界上的任意角落。 波音公司设计的这款几超音速飞机的飞行速度为5马赫,每小时可飞行5800公里,1.6公里每秒。 这意味着,从纽约飞到伦敦仅需两小时,从奥克兰到洛杉矶只需要两小时,而从加拿大温哥环或多伦多飞到北京,上海只需要一个多小时。 飞行这么快,乘坐会不会头晕目眩?答案是否定的。 尽管几超音速飞机比普通飞机加速感更长,可能持续时到12分钟,但是飞行途中,你不会感到不舒服,因为几间在9500英尺的高空巡航,比普通飞机的高整整滤满英尺。 几超音速飞机以更快的速度飞到更高的高度时,空气密度越低,发动机效率达到最大,使得飞机颠簸程度也最小。 运行最为平稳,甚至在每次飞行的最后500英里,还可以实现无动力滑翔。 为啥能够飞这么快,这么高? 波音公司的首席超音速飞机科学家Kelan Bucket博士表示,几超音速飞机使用当前的钛金属,为二部裁量,来控制高速行驶带来的高温。 同时喷气发动机和重压发动机组合,可满足这不可思议的飞行体验。 目前波音还没有决定飞机的最终尺寸,但飞机的大小间接于商用喷气式飞机与波音机三级科技之间,预计能达在20到100名乘客。 尽管飞机还是一个小模型,但是战飞机模型,在未来5年内就能制造完成,最终上市将在20到30年后实现。 事实上,波音的几超音速飞机并不是最新的概念,它与埃隆马斯克SpaceX公司的亚轨道火箭飞行, 梅珍银河公司Vision Galactic的Baby Boom超音速飞机,都是高速运输的创新概念,可达在45名乘客Baby Boom超音速飞机的时速达2.2马赫, 意味着从奥克兰到广州仅需要5小时,而单程的票价只需要2500美元左右。 而埃隆马斯克的提出的火箭飞船运用到地球旅行中则更为接近,飞行火箭能再客80到200人,最快速度达到29000千米每小时。 二克兰飞广州只要40分钟,飞用等同于现在飞机经济舱的价位,科技的发展速度远超我们的想象, 也许根本用不了30年,喝咖啡的功夫就能环球旅行,一切皆有可能。 嗯? 我们在招人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